我在采访当中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孟杰你是如何做到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的 但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坚持的这个事啊 不止早起这一项 这些事都是我坚持了很多年的事 甚至有一些呢已经连续坚持了20年以上 每一次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提及坚持的这些事 很多学生当场都感叹 但其实啊这些并不是大家做不到 而是你不知道该如何从头开始 从我看来呢坚持的秘诀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呢就是从小事做起 你会发现我坚持20年以上的事 没有一个是大事 全部都是由小事组成的 所以呢坚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小事做好 不断去重复 逐渐慢慢养成习惯 那某件事成为你生活当中一部分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说坚持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你的决定性瞬间 它呢有可能是你顿悟的时刻 也有可能是你受到打击 受到挫折的时刻 颜灭小弟的瞬间 那我的决定瞬间呢其实属于后者 最早呢我其实并不是一名早起者 也是受了某个决定性瞬间的刺激 才逐渐变成了一个自律的早起者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初中呢我是老师眼中的岔生 有一次呢在课堂当中老师告诉我们说 未来上大学的时候北京深奥成功了 如果有机会考到一个重点大学 就有机会成为一名 卫国争光的奥运会志愿者 我听完之后瞬间就被点燃了 立刻说 我也要做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结果这班主任啊 当场做了一个调查 他对全班同学问啊 说你们觉得张萌能成为一名奥运会志愿者的 请把手举起来 你敢相信吗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了手 在场所有同学都不相信 像我这种插声 还能考上重点大学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我受到了特别大的刺激 我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异常努力 每天天刚亮去起床 深夜还在调整夜读 最后不但成为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还当上了活距手 其实啊这就是一个决定性瞬间 不仅让我实现了梦想 也促成我坚持早起的好习惯 到现在呢 我带领了全国各地的很多想要改变 但苦于无法坚持打卡的小伙伴们 一起坚持早起打卡 有上万名小伙伴们通过早起 实现了自己阶段性的梦想 如果你也想跟梦姐一起早起 可以在评论区 扣早起二字 我来邀请你